因为受到太阳和月球的引力影响 使得海水的水位会产生升与降的变化 我们称为潮汐 海水面上升的过程称为涨潮 当水位涨到最高点时则为满潮 海水面下降的过程称为退潮 当水位退到最低时则为干潮 满潮和干潮之间的水位差我们称为潮差 潮汐循环一次所需要的时间则称为潮汐周期 例如从这次满潮到下一次满潮所需的时间